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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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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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会的话 陆建波是有终结对方的能力的 是的 而且这个上台之后啊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陆建波 整个打得还相对是放松的状态 没错 一方面呢 是在试探 一方面可能也是在寻找机会 他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来自于大东墙俱乐部的 没错 这次大东墙的教练 赵世杰教练 也在底下跟着 包括我们的扶腿国强 也在底下作为边角 看陆建波这次表现怎么样 反正每一次 陆建波这个黑超眼镜 都是必备的标配 我们欢迎刚录啊 拉斐克刚才给陆建波一个后手 对 但是这个行驶来于内容 虽然看起来好像是一波攻击 但是并没有太实际的效果 感觉拉斐克的这个重击能力 并不是很出色 他看着他的拳法的爆发力不是很好 而从现在来看啊 这个 上来了 突然爆起 看这个拉斐克还是非常友好 小事好 陆建波直接还了一腿 我们看这个拉斐克的这个身上的这个劲儿啊 有点像这种练太拳的选手的这种劲儿 是哦哦刚才这一声我们在现场听啊 这个声音特别的大 对方如果要一直是用手臂去阻挡这个陆建波的腿的话 这个体能会会消耗很大的 而且这是要吃亏的 没错 我们俗称叫胳膊扭过大腿 胳膊扭过大腿 就是这样 在陆建波脸上了 陆建波刚才中了一拳 但是这拳并不中 看这个气象 如果要得到 他在阻挡 对方用的这个腿法呢 实际上在泰拳里是有的 但是并没有很多泰拳手去用 是 平时这个扫踢这个称霸天下的泰拳手呢 绝大多数用正灯去控制一下位置 也只有像波球这样的纯腿机型选手 可能会用多的这种正灯去控制 但是对方这个有点侧身的这种侧串的 一直控制陆建波的距离还控制得不错 是 因为目前来看啊 其实刚才这个王源某老师也一直在说 说这个陆建波抓到机会会有这个一招置敌的这样的功力 但是现在他目前还是在寻找着这样一个机会 没找到 没找到 对方的游走比较比较多 而且比较滑 是 这样不给陆建波定点输出的机会啊 对 都还保存了一定的实力和体力 我们看看后面的回合 陆建波能不能够找到机会啊 我们来看一下 好 现在呢 陆建波和拉肺和哈比特呢 现在进行第二回的较量 您现在观看得到是一场中德对抗赛的比赛 他68这个公斤里呢 陆建波应该是有点有余 自己这个体格说实话打70都可以 对 比较大支的这样的一个选手 双方的身高都还是一个相对比较高的 这个拉肺和哈比特是1米81 陆建波的是1米78 但是从视角上来看 我们看对方是比他大那么一点点而已啊 但是从目测来看啊 这个陆建波的这个肌肉看起来好像是更结实 更有力量一些 体脂率要低 对 我们看这个拉肺特本人的这个进攻重击不多 对 对自己还是想给自己留更多的这个 我们看他重心总在这个后腿上啊 给自己往外移动是创造了比较多的肌肉 这个是属于这个打法的阻碍 可以自己留点后手 对 给自己留点空间 就像刚才这个湾布老师所说的 打法这个相对比较油 对 好 继续 哦 两拨后手 前手塞到了 继续 哦 两个人换拳 我们看拉肺特的这个拳法的判断 还是比较精准的 是 在双方乱拳的时候 拉肺特的占优 占拳是比较多的 因为这个双方换拳的时候 实际上有带摔了 这个带摔是犯规的 这是犯规的啊 这裁判是要有警告的 哎 好 我们继续 双方继续投入比赛 好 换一拳 刚才这下是非常准确的 哦 陆远墨下巴重一拳 对方 右脸重一拳 应该说在这个双方啊 这个进入到这个换层的这个环境当中啊 其实我们看发现这个拉肺特啊 他这个命中里还是相对的 还是说比较准确的 比较高的 对对 没错 我看连续的 连续的 擎拳的控制 拉肺特实际上是看出来是一个控制型的拳手 再有一个是会巨大的这个消耗自己的体能 对 没错 找机会 陆远墨看在寻找机会 而且对方拉肺特最油的一点 就是当自己拼拳不占优势的时候 马上就爆 哎 马上我就搂过来 是 这样让陆远墨的这种重拳发挥不出来 有点难受 哎 哎 我这边 哦 直接两个低位 直接一个高位的批骗啊 这属于不等你的这个重炮上膛啊 我这个这个就扑上去了 对对 总是控制破坏你的节奏 陆远墨其实很怕跟这样的选手打 这样选手有点像 打一条蛇一样的 就是找机会跟你打 但是我就不给你发力的机会 陆远墨很喜欢人放拍拔 对 那这一会儿呢 到了今天回合陆远墨 除了战术上调整 心态有没有好的调整也非常重要 毕竟前两回合 比如说被对方稍微控制了一下 对 好 现在双方进入到这个第三回合的脚梁当中 好 拉贝到这儿发力了 陆远墨呢 现在比较好的办法就是找对方跟对方拼的时候呢 换一下全路 我们看陆远墨现在几乎百分之九十五的去 这拳都是前后直前后摆这样的一个横向型的拳马 而现在这个陆远墨其实我是觉得一直在给对方寻找 好 继续继续 陆远墨中了两拳 这个一直这么缠缠下去啊 这个对于陆远墨来说的不是个好事 其实拉菲克本人呢 并不想用自己的重拳来终结陆远墨 对 陆远墨的后手是这种一点点消耗一点点磨 他这样的话反而身上比较放松 拳会更快一点 对 这个有点像这个下围棋 一点一点的围一点一点消耗 远墨被连续中了一拳 对方的这种心拳磨血流啊也是挺可怕的 对 这也是一种战术 对于对方来说啊 这个心理的调整也非常重要 陆远墨做过相对的研究 陆远墨是用于中拳行的 我们看连续的点击 好 高扫 又一次 看这个陆建波这会打的呀 可能情绪啊 稍稍有一些着急了 没错 因为这个对方呢 一直是采用这种 这个比较魔人的战术 我们看刚才这组连击 先一个高扫连续的点击 陆建波更喜欢对方给他拼重拳 对 而不是那种用清拳魔血 来打开你的节奏 破坏你的呼吸 让你觉得很难受 这属于这个魔人的小妖精 这怎么能给他收了呢 赶紧来寻山吧 对 这得想办法 怎么样把这魔人小妖精给收了 对 这个陆建波后头有没有大招啊 我们再看看 其实陆建波被对方用这种节奏 一直控制的话 对自己的体能消耗也会比较大 因为自己想出拳的时候 然后呼吸的节奏被打断了 哦 这会儿我们看陆建波这个体能啊 应该说的也是有下降 对 有时候这个特别明显 就是你感觉这个 你还在出拳或出腿的时候 恨不得把这个全身的力量都挣出去 有时候都稍微有点丧失控制 好 吧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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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场没达到 走 走 那这场比赛 胜负还是比较明显的吧 是的 应该说这个蓝洞里应的研究 展示很有针对性 每次专门针对 宣布比赛结果 一号财外援 27比30 二号财外援 27比30 三号财外援 27比30 比赛结果 蓝方胜 同志 蓝方 拉蒂克获胜 有请颁奖嘉宾 优德控股集团董事长 留意文化促进会秘书长 由刘川先生 为拉菲克颁奖 武廷峰真得对抗赛 心采继续 这场比赛自己很失望 真的是太大意 还有太放松了 给自己一个教训 下次赢回来 身后登场的是 56公斤鞋 黄毅对美艳无松度 第一次来参加武廷峰 有点紧张也有点兴奋 但是我会努力加油的 全新一代 本周将为您带来 WLF中国区新锐挑战赛 67公斤级 新锐之心争夺战 防御 反击 这是一场风云突变的惊天逆断 激情 速度 这是一场全与腿之间的地量对决 WLF中国区新锐挑战赛 2016至2017赛季 67公斤级 两吨三场四人战 霸技呈现 武林峰之全新一代 7月17日 敬请关注 这是一场武林峰中德对抗赛 目前已经进行了两场 中方代表队和德方代表队的 输赢场次比分是1比1平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进行这一场 中国对德国女子56公斤级比赛 我们又请本场比赛的蓝方 WLF55公斤级世界冠军 来自德国美艳 吴苏鲁 这场比赛的 这场比赛的 同方2011年2012年13年 福建省三大锦标赛冠军 来自新武创新博地俱乐部 有请黄历 现在开始 好 各位观众朋友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 WLF56公斤级的一场 中德对抗赛 这场比赛是来自中国的黄历 对战来自德国的美艳乌苏鲁 乌鲁 我们已经在2014年的中德对抗上 看见过他 他已经拿到了WLF55公斤的世界冠军 对 乌鲁本人的水平 可以说是德国这个级别的一姐 是毫无争议的 而且今天我们测试一场中德对抗赛 刚才在前两场比赛中 应该是打成了1比0 这场女子之间的较量 会不会有更精彩的呈现 我们也期待一下 其实对黄历来说 这个对手实在是有点强悍了 乌鲁12岁练拳 从19岁开始打职业 2006年到2014年 拿到了无数个这种冠军 自己本人是泰拳和提拳双修的选手 那么到目前为止 我们可以被认可的职业战绩 有39胜9负1平这样的战绩 中央三大选手 一般会在第一回合进行抢攻 但是能不能跟自由伯机 或者泰拳选手拼三回合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课题 观念是要在后面 我们都说 以前有这个叫头战胜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说法 第一回合 其实我们不能把太多的体能浪费进去 没错 乌鲁在2014年 在WF的比赛中 被评为德国当年的最佳女子比赛 而且在德国的很多杂志上和网站上都进行了报道 然后乌鲁也是从那以后就是知名度大涨 而且这个如果说 您可能如果对他不脾气的话 看到这个乌鲁整个的一个面相可能稍微偏老 但是跟大家说一下 他其实是88年的选手 他的对手黄厉是97年的选手 两个人差10岁了 乌鲁本人并不属于这种终结型的选手 但是技术很好 控场控的很不错 我们看最早上来黄厉的这个侧踹腿正登腿 包括自己的板拳 给乌鲁打了有一点扩手不及 但是很快 乌鲁现在已经找到这个节奏 好 扩手赛道 因为上来之后啊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黄厉的头三板斧 打得还是非常好 非常好 还是非常好的 那关键是他能不能这个保持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德国选手啊 这个整个的这个比赛的这个系统性 还是非常强的 反正不持打掉 好 我们再介绍一下乌鲁本 2006年到2014年 IPTA欧洲冠军 欧洲泰拳军 德国泰拳军 WKAMC WKFO冠军 好第一回合的比赛结束了 好 这好像在前面还占一些优势 因为上来之后啊 整个这个打的气势还是非常足 进攻也相对有效 但是关键是后面的两回合 呃体能上能不能坚持住 还好九几 九七年的这个 是将近十岁的差距 水平应该是体能什么的也比较好 然后第二回合较量 哦两人换拳 连续进攻 乌鲁可能也是对黄丽的这种高密度的进攻 有点挫手不及啊 对稍有点不适应 毕竟是这个泰拳 T拳双修 特别泰拳的这个级别的头衔多一些啊 更喜欢的内围去拼吸 对 而且现在从这个两回合来看啊 黄丽的这个战术目前打法还是对的 最起码是给了对方这个震慑和影响 散打选手就是用快进快出 我打你一下我赶紧退出来 你没有机会控制我 好 我们看乌鲁打的这个很规范啊 很干净 不会去找这种规则的灰色地带去 过多的去伤害对手 对 这也是一名这个实力动员啊 这个他们的这个素养所体现的地方 没错 往前后的连接 其实两个人从臂展上来看 黄丽要是长一点 对 个头也要大一点 现在来说一下双方的这个资料 黄丽是一米六六 呃 走前手无路呢是一米六三 哦 这个后手塞的比较重啊 两个 黄丽总总想用后手去塞对方的重拳 但是没有前手的布置的话 这样其实对训练有素的选手是很难的 是的 哦 哦 控手 两个 黄丽要小心了 一定要把手抱好 从目前看啊 这个黄丽刚才的几拳啊 打的还是比较精准 嗯 那我们看这个 呃 这个教练啊 应该是和他的这个 哦 乌鲁干的凤子是非常特别 哎 乌鲁有一点这个开肘的弦疑啊 他打完这个摆拳以后 会把肘往前顶这么一下 对 各位您在看的时候也可以注意一下 有一些小细节 哦 黄丽已经被塞了不少拳了 现在反应整个都下来了 不 这会儿是比较危险的 因为这个体能已经下降了 一旦被对手抓到机会的话呢 可能就会 而且被中击以后呢 这种疼痛会 延缓一段时间才会出来 所以到第三回合 黄丽的表现就尤为重要了 对 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个画面 应该能够看到 黄丽这个体能啊 应该下降的是比较厉害 好 后手 黄丽这个距离还是找得很好 看对方出拳 马上往前贴 是的 最后十秒钟 看能不能牵住啊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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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结束了 应该在第二回合当中的 尤其是后半段 黄丽的体能 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降 受到不少重击啊 是很危险 所以这会儿呢 中间的调整时间对下来说 就非常重要了 好 好 现在双方进入到了第三回合了 就上来之后啊 这个黄丽刚才经过中间的这个调整和休息 所以体能来说呢 应该是有所恢复 第三回合上来之后 依然是保持着刚才的一个状态 就上来 整个状态呢 这个进攻态势是非常凶猛的 但是能不能坚持到后期 这个就很重要了 哎 没错 哦 乌鲁现在在找着这个后手的平勾拳的机会啊 是 想给黄丽一个来点终结的感觉 黄丽现在最好的一点就是自己不会给对方控制在中距离 要不然我就塞到你身边 要不就退回去 对 而且其实啊 这个我现在这个我们俩坐的这个位置啊 离这个阿德国先生的教练非常近 哎 他的这个加油方式非常特别 用了很多这个鼓励性的词 太不可思议了 太棒了 加油继续 这也是一种这个鼓励型的这个加油的方式 这也是一种这个鼓励型的这个加油的方式 而且好像泰拳的这个音乐一样 他给了选手一个出拳的节奏 接奏 对 可以说黄丽的正当的狙击 呃效果还是不错的 是 但是面对乌鲁这种拳法密度比较大的 可能作为散打选手还不是很习惯 对 而且呢他的整个表现啊 呃 是非常的这个 非常的平均的 三个回合 你看目前来看 他的这个体能分配还是非常科学的 对 不过还好 嗯 呃 呃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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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 对 对 对 你去多 吗 schon 帮 bạn 画 我们看乌鲁出的摆拳是把肘架起来往下砸的这样子 还凝转一下手腕 这种拳法是非常有力量大速度也快 但是很容易打伤大拇指 走 乌鲁的每次两个人对拼拳 其实黄丽都能找到前点 但是乌鲁的联机会比对方多 这个刚才说到了 散打运动员在连续持续打击 这个密度上还是有欠缺的 还有最后的十秒钟 乌鲁现在找到了这种节奏 走 快 走 好 双方的比赛结束了 这场比赛看来乌鲁是拿到了比赛的胜利了 这场比赛是非常明显的 而且王力呢 因为三次教护士又被压了一顶 不过这样 德国一姐这样的老将啊 非常强悍的对手 对 现在呢我们这个中俄对抗的大比分也变成2比1 目前呢就是我们 出意外了嘛 对对对 好 Patrick 骗子 比赛结果� infant 我们双方开始 M dag 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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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鼓励谢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为70公斤的自己 我觉得谢雷应该在降一点啊 然后他的对手呢 也是这个刚刚从2014年刚刚升到65公斤 然后这一次打70公斤的这样的一个选手 我们看身上的体脂度 谢雷相对来说更精壮一些 谢雷TV的杂谱可是自己的优势 也是谢雷的杀手锏之一 对 谢雷那里大家非常熟悉 92年的选手 1米77来自于星舞创新 没错 星舞创新 这个是很正啊 这个还是需要调整的 谢雷也是星舞创新三当家之一 而谢雷的对手丹尼 是60公斤级Pro AM的德国冠军 然后五战五胜以后 直接升到Pro AM的欧洲冠军 然后在这个国际的认证里面 也从B级选手进入了A级选手 A级选手是一个什么概念 是当年全胜时期的克劳斯 全胜时期的安迪苏瓦是A级选手 好 这个大家有个对比之后 应该就更清楚的认识到这个级别的差距了 即使不是全胜时期的克劳斯 也在我们武林峰第一次跨年盛典的时候 也是一挑三拿到了最后的总冠军 是的 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这位德国选手 丹尼斯沃茨奇 是1997年的选手 身高的是1米78 后高 后上高 前平高 这位德国选手 是1997年盛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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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雷实际打67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体重 其实对谢雷可能有点大 因为这场比赛 双方都是大了 都是升了重了 来打这场比赛了 现在我们看谢雷整个胳膊的维度 现在也就长起来了 比我们第一次看到 在新武创新这一段时间训练了 谢雷是增加了自己的绝对打击力量 然后进行大量的无氧训练 也是为了把自己的维度冲起来 这个很漂亮 很巧 非常敏锐地抓到了机会 干净地出拳 一人一个 谢雷要吉辅了 好 看有没有机会 谢雷是一个很擅长打吉辅的先手 是 而且刚才这个动作一出来 就知道后子埋的是什么古笔 对 谢雷我们一直担心的时间是 谢雷的二回合之后的体能 对 对 而且对手我们看 虽然身体的解析度并不是很好 但是力量好像还是很粗 准备的应该很充分 对 好 跳膝 还有十秒钟 早机会 好 这一下 好 躲过去了 好 后手拳 刚才这一下连续的还是非常快的 又一拳又继续了 哇 这个选手的这个后手拳 比自己的前手还要快啊 哎 真的是啊 尤其是在最后这一边 一般人都是前后前 这个选手是后前后 对 和这边人的节奏不一样 看的目点不一样 我们看谢雷这一回合打的还是真的不错 是 我们来第二回合 我们看能怎么样 后面对于谢雷来说 体能这个考验 我们也期待一下 好 现在呢 双方呢 进行第二回合的较量 在刚才的这个比赛当中啊 这个我们这个中德系列对抗赛 目前 德国方面是在2比1领先的 我们看看 接下来谢雷能不能替我们来扳回一局呢 哦 漂亮 谢雷的打抚拳呢 两个人拼的还是蛮凶的 还真的是啊 从绝对体重上看 我个人认为还是 德国的选手要大一些啊 对 但是他在这个身上的这个 应该说就是脂肪啊 看起来还是比较明显 谢雷整个这个肌肉更结实 谢雷从上一次的比赛的对攻 就已经开始提高自己的这个维度了 可以说从4月份就开始提高维度了 那么现在我们看还是很明显的 对 现在这个进入到第二回合当中 应该说比赛进入佳境 呃 也越来越好看了 鉴于武林峰70公斤的选手啊 目前能扛凉的人不是非常的多 嗯 那么谢雷是不是有意图要升到70公斤 开始扛凉了呢 因为这场比赛啊 两位选手其实都不是打这个级别 对 两个人都是小一点 对都小一点 他还升了这种伤害 德国的这个丹尼尔现在战术很简单 我就把手抱紧 是 你只要不KO我 我就找反击的机会给你打 对 之前呢我记得这个说过这种打法 我就觉得特别像这个古代这个滕甲冰 哎没错 顶着一把盾 后面指着长矛 对 等你等你的这个进攻出来之后 把破绽出来之后 把破绽出来之后 然后我再出我的这个进攻武器 这样的选手呢 一般都是具备自己的一击KO的能力 对 非常好的抗击打能力 是 而且是 后上钩 塞到了 在刚才这个第一回合要结束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了个我自己啊 他的这个进攻的方式 就是异于其他方式 选手的这种进攻方式 两个人漂亮 我们看这个德国的丹尼尔的这个前停钩后上钩的动作打得很流畅 对 看来也是进行了好多次的去演练了 我们看 前后 谢雷本人还是比较这个处这个自下而上的进攻呢 因为谢雷的架子抱的比较宽 对 好 两人一上钩一停钩 谢雷找机会 打斧了 要打斧了 走了 好看有没有 找到机会了 对方没有给的这个机会 两个人直接进入超内围了 哦 谢雷中了 就像刚才说的 确实 整个他这个这个帮架比较宽 被对方从下面 没错 直接找到了一个空档 上钩拳不太好找我 但是是KO能力最强的选法之一 好 谢雷和姚碧两人换一拳 这场比赛很精彩 是非常精彩的 所以说呢我们也期待着第三日子战啊 好 好 现在呢 超主的 上来之后 直接上钩 就来了 对方的这个手抱架抱的很死 非常的严密的防守 小心点起来 哦 前直后上钩 对方的这个后手上钩是挺危险的 对 可以说现在在这个进攻的时候 还要防着对方的这个后面的这个进攻 对方的也坦克式的推进 对 一步一步的在压制这个谢雷的阵地了 得自己找空间 然后再压迫对方 还好谢雷的经验比较丰富啊 是 齐齿的用这个脚步啊 来移动 掌握了对方二次进攻 对方有点晕 对方一直有点模糊了 继续能不能保持住 哦 又有了 达斧对方没有把手放下来 挺稀的对方 应该说啊 这个丹尼斯的这个战术 实行也是非常坚决 这个虽然你这会儿这个在打我 但是我上面的这个防守报价绝不松 哎 谢雷的其实打斧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对方上面的报价松下 是 结果相当于这个阳功没有奏效 哎 好 对方 有点晃晃悠悠了啊 看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 我们看谢雷 哦 这下非常重 谢雷又重了两天 哦 应该说这是一场 又换了一攻击 非常精彩的比赛 我们最喜欢看到的那种白人站的对方 对 好 看到这个双方啊 这会儿打的确实非常精彩 你来过往 继续 前后手 好 这会儿咬着这口气儿 谁万一一松这场比赛 让你能马上就 就出现这个一边倒的状态了 哦 后手塞到 谢雷顶吸 谢雷比对方多了一个武器啊 对 谢雷的吸法一直在干扰着对方 是 哦 哦 继续 哦 对方抢了一个前提 对 对 这一下这个机会抓得非常的准 选择边前没打到 顶吸 哦 但是虽然说啊 这个谢雷的进攻武器方式多 但是这个丹妮斯的这个防守啊 真的是非常稳固 没错没错 啊 好 第四啊 上钩平钩 我们很少能看到特别擅长上钩的选手 嗯 特别是这种面向很纯普的选手啊 哈哈 看起来萌萌的 哦 哦 双换边权 双方互相换了一下非常精彩 好现在好 真的很精彩 那你自豪啊 现在是 在稳固防守之后要出击了 要出击了 还有十秒钟 来看看双方能不能抓住最后的机会 哇 对方的这都是连击啊 谢雷 谢雷 哦 咬人 咬 非常漂亮的一场比赛 真的非常精彩 太精彩了 很尽兴的一场比赛 我披露了 你更劲通的一场比赛 他 Etila 同方谢雷获胜 有请优德控股级科码董事长 刘毅文化出集会秘书长 牛卢川先生为谢雷颁奖 优德控股级科码董事长 精彩继续 比赛下来之后虽然赢了比赛 教练还是俊了一顿 自己也是在检讨自己 犯了一些错误 这一次我光想着 给对手去硬拼 要是穿插着这个战术 我想这个比赛会更好看 更完美一些 身后登场的是 72公斤旗 吴斯汉对东尼尔索拉亚 但是这种其实很难大 但是我更强大 也 武林龙中队赛事升级 震撼上演动作大片 劲爆出场 最嗨音乐 点燃全场激情 龙中之战 终结好戏轮番上演 令人窒息的疯狂进攻 咬牙坚持的最后防守 逆转 无时无刻不再发生 最个性的选手 最热辣的宝贝 最残酷的规则 7月23日河南电视台 8号电播期 武林龙中队 6号龙中开战 展现中国力量 弘扬民族精神 传播中华文化 这里是武林峰中德对抗赛 目前呢 四场比赛中德战队的 比分2比2战评 那么接下来 这是一场中国对德国 男子72公斤级比赛 我们有请本场比赛的蓝方 WRF70公斤级 世界级街妖带拥有者 丹尼尔 属丰尔 诞人力混合 ド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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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